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礼拜天 那么我们主日直播的影片 还是再一次的报告 我们是在新的YouTube的频道里面 在影片的下方有连结 因为还是有一些人反应找不到 那请大家留意 也可以订阅 之后我们也会有一些 相关的这个装备处 成人主书学的课程会放在上面 也欢迎大家分享 欢迎大家来订阅 我们进到经文里面来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 4世纪第8章22到35节 昨天我们提到 激淀他的心开始改变了 本来是耶和华的战争 已经变成他诗人的战争了 本来是知道全然是上帝的作为 带领他得胜 现在他有了一些可依靠的 渐渐的他的服事里面 他的这场战争里面 已经没有了上帝 所以当他大大得胜的时候 昨天已经留下了伏笔 激淀奪夺了他们这两个王 骆驼向上带的月牙圈 这是异教的装饰 22节以色列人对激淀说 你既救我们脱离米淀人的手 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 这句话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吸引人 这个把激淀内心的那个试探跟挣扎 把它很具体的图像化了 就是说 本来激淀他什么都没有 上帝呼召他 神的灵在他身上 神也感动许多的人跟随他 仔细看 很多的细节都是上帝介入 否则他们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可是在这个时刻 激淀开始骄傲 开始觉得是他得胜 是他打胜仗 开始把所有的功劳都归算在自己的身上 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算在自己身上 那百姓他们似乎也知道 他们也没有看懂这场战争 我们说上帝在这整个四世纪里面 兴起很多的这些敌人 是要教导他们学习 他们未曾学过的这个战事 这个战事是怎么样呢 就是当他们顺服神 当他们全然的倚靠神 敬拜神的时候 就大大得胜 所以我们之前在讲解七章十五节的时候 当激淀敬拜神的时候 他就知道上帝带领他们 当然因为他降伏在神面前 他敬拜神 神就带领他大大的得胜 三百人打胜了十三万五千人 可是在这个时候 激淀他把这个功劳归为己有 以色列百姓也看不懂 以色列百姓呢 他们看不出来是上帝拯救他们 他们以为是积淀拯救他们 哇 各位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也得留意 就说我们在每一次的上帝所带来的祝福里面 丰盛里面 我们也要看懂看明 都是神的工作 没有错 我们有一些领袖带领我们 有一些神兴起一些主管老板 政府官员或者教会的领袖 没有错神使用他们 但是我们终究要知道 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福分 是从上帝来的 如果我们看错我们没有看明 其实这些恩典这些福分 真的会引诱我们 或者使我们偏离神的心意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难怪雅各书一章十六节 雅各一再的告诉弟兄姐妹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不要看错了 不要看错什么呢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识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因而 意思是说 所有的所有的恩福 不管是借着医生 是借着主管 是借着你的父母 是借着你身边的朋友 虽然你看到是透过这些看得见的人 但是所有的美善 所有的福 都是上帝在背后运筹帷幄 是上帝赐福给我们 他包含兴起各样的环境 各样的机会 让主管赏识你看到你等等 都是上帝的工作 都是上帝的使恩 上帝的祝福 不要看错了 不是这个人 不是你自己的努力功劳 你能够努力也是上帝帮助你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菲利比书2章13节 各样的恩典 各样的祝福 都是从神来的 如果我们看不明白 我们就容易在这些事上跌倒 失败软弱 所以以色列人没有看懂 基电也没有看懂 或者说基电他在他最大得胜的时候 却有一个最大的跌倒 但是留意23节 基电说我不管理你们 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 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看起来这是一个标准答案 没有错 基电他还是讲了一个对的答案 但是我们从后面看来 他其实表面上说我不做王 但是背地里他在做王 怎么说呢 基电又对他们说 我有一件事求你们 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 所以你看所有的人都去掠夺了 本来是一个圣战 是要保护以色列人 拯救以色列人 现在变成一个掠夺了 要把敌人的东西都抢夺回来了 本来是为着上帝而打的仗 现在是为了自己要掠夺而打的仗 原来仇敌是以色玛丽人 都是戴金耳环的 以色玛丽人 前面不是讲是米店人吗 是一个通称 因为以色玛丽人跟米店 以色玛丽跟米店 原来是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在《创世纪》二十五章里面就提到 就是统称这些来侵略以色列人的这些人 他们说 我们情愿给你 就铺开一件外衣 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 基店所要出来的金耳环 重一千七百色克勒 金子大概二十公斤 此外 还有米店王所戴的月环 耳醉和所穿的紫色衣服 并骆驼向上的金链子 基店以此制造了一个乙福德 乙福德是什么呢 乙福德是像一个背心一样的衣服 而且是用布做的 但是现在这里是用纯金打造的一件乙福德 那我们说了 前面做乙福德是给大祭司穿在身上 有很多的意义 当然包含求问神 现在这个乙福德 它所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基店可以透过这个乙福德 来求问神 这个是谁才能做 这个是王才能做 所以他表面上说 我不做王 耶和华做你们的王 但是背后他在做王 他造了一个乙福德 然后放在哪里呢 设立在本城俄佛拉 上帝已经有设立这个帐幕不是吗 有约柜啊 那里才是敬拜的中心啊 现在不是去那里啊 不是去到以法连的境内 是来到他这边 他已经把这个敬拜的地点 变成是他自己的本城俄佛拉 那这个俄佛拉是什么呢 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吗 一开始的时候是第六章十一节 耶和华的实则到了俄佛拉 上帝到俄佛拉那里呼召基点 基点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那里 拆毁祭坛 拆毁偶像的祭坛 就是余阿斯的像树下 就是拆毁他父亲的祭坛 砍下坛旁的木偶就是亚瑟拉 他在那里除掉了偶像 然后今天他又在这里立了一个新的偶像 后面就做了注解 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 行了血淫 这就做了基点和他全家的网罗 在俄佛拉呼召 在俄佛拉又跌倒 在俄佛拉拆毁偶像 又在俄佛拉立了一个偶像 意思是说 整个又回到原点 基点忘记了 以色列人陷入那么大的困难 是因为他们拜偶像 使得迦南人或者使得这些敌人 成为他们乐效的经济 他们的神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 他没有放在心上 他忘记了 他重新造了一个偶像 这个偶像以一个新的形式出现了 本来是巴黎的基坛 现在是一个好像看起来 比较像以色列信仰的以弗德 但他还是偶像 他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 没有按着摩西律法的规定吩咐 他就是一个偶像 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不敢再抬头基点还在的日子 国中太平四十年 所以前面这个以弗德就留了一个伏笔 下一章就会看到所造成的后患 在这里 国中太平四十年 从基点之后 这个四世纪的公式 这个国中太平多少年 就不再有这一句话了 因为整个世事 就开始有各样各样的 越来越败坏 越来越堕落了 最后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 是第六章到第八章的一个 最后的拔 最后的结语 约拉斯的儿子耶鲁巴黎回去 这里讲的是他的外号 与巴黎争论 住在自己家里 基点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 因为他有许多的妻 所以看起来他真的把自己当做王了 所以他就娶了很多的妻 他的妾住在世间 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基点给他起名叫雅比米勒 雅比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父是王 我父是王 他是一个双关语 那个父可以指的是耶和华 也可以指的是基点 因为基点真的是他的父 可是这个妾是住在世间 世间在那个时候 如果你偷看到第九章 你会发现 世间的人 他们心归向雅比米勒 然后第九章第四节 就从巴黎比利土的庙中 取了七十色科勒影子给雅比米勒 所以很可能世间在当时候 大部分的人是迦南人 所以学者在猜想搞不好这个妾 也是迦南人 所以这个雅比米勒跟基点的七十个孩子 是敌对的 所以雅比米勒把他的儿子都杀死了 约阿斯的儿子基点 年纪老麦儿死 葬在雅比以谢族的俄佛拉 他在俄佛拉成功 也在俄佛拉失败 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墓里 基点时候 以色列人又去随从驻巴黎行邪淫 巴黎比利土为他们的神 这个比利土意思是誓约之主 因为巴黎是主的意思 就是誓约之主 这个是父名 有点像我们会称耶和华沙龙 耶和华以乐 那在迦南地拜巴黎他们也有父名 就是这个巴黎是誓约之主 那以色列人就又去拜偶像 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 就是拯救他们脱离 视为仇敌之手的 也不照着耶路巴黎就是基点 向他们所施的恩惠 厚待他的家 好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令人唏嘘的一段故事 从第六章开始 我们看到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 带领基点呼召基点 引导基点教导基点 慢慢的基点看见上帝真是信实的神 他开始敬拜神 可是当基点一成功之后 有一群以色列人跟随他 他就忘记了他自己是谁 夺取神的荣耀 在俄佛拉神的呼召领到他 他在那里拆毁了巴黎的祭坛 拆毁偶像 到最后他自己又设立了一个偶像 我想作者在编写这个基点的故事 因为他的篇幅很长 相交于其他的事是作者 或者说我们相传是撒摩尔 他要告诉我们什么 他试着要让我们明白什么 我想有几个部分 包含我们前面提到的 我们得很小心我们自己的成功 在基点声望到达顶峰的时候 使他灵性在低谷的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在极大的丰富里面 在许多人的称许称阳里面 上帝借着我们的手做了许多美好的事工 我想这些美好 从神而来的祝福都是美好 重点是我们的心 我们怎么看这些事 我想我们要互相提醒 我们每个人都太软弱 因为人的奉承真的会让我们 忘了自己是谁 人的肯定很难 我们不去偷偷的偷神的荣耀 另外我想作者也是一样 要我们回到整个四世纪的核心 就是很清楚 我们顺服神 依靠神 我们单单的敬拜神 纵使是这么强大的敌人 上帝不费摧毁之力 你不是拿着刀 你是拿着火把跟两脚 你都要大大的得胜 这是整个四世纪 不断不断的要告诉以色列百姓 要告诉我们的 我们生命里面 也有很多这样的引擂 我们要不断的心靠神 依靠神 不是靠自己的方法 当然神可以透过别的 透过别的管道来祝福我们 可是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说的依靠 是从神而来 最后我们 我在想 在整个四世纪 我们一直在读的时候 心里面会总是闷闷的 因为我们一直希望找到一个榜样来跟随 找到一些信心的伟人来效法 但留意 在西伯埃书 基电是被当作一个信心的勇士 当然不是指着他后面的失败 而是指着他在七章十五节他的成功 他的对神的依靠 他就成功 当他自己高举自己 就使他全家和以色列都做了基电和他全家的网罗 那这些事实不断不断的失败 我们也反照了我们自己生命的软弱 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生命里面有光辉的 愿意侍奉神荣耀的那一份 其实也会看到浅藏在这个背后 有一些自私的隐藏的隐晦的 没有被人看见的 只有我们自己或者神才知道的 那些邪恶 那些贪心 那些邪气 求神怜悯 其实我们就看到 按着我们人自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得胜的 除非神的工作神的怜悯 感谢主啊 在新约里面 我们有何等大的恩典 何等大的盼望 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使得我们不再失败 但是我们需要起来依靠神 我们需要起来顺从圣灵 我们需要起来回应神 让神更多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 求神接着基建的故事 不断对我们的心说话 不断使我们带来更深的悔改 不是使我们好像灰心丧志 而是使我们起来 再一次降服在神的面前 再一次经历 不断地得胜 我们一起来祷告 欧主你的话语实在太宝贵 实在太宝贵 我们看到 《诗词记》 从第一章到这里 我们的心总是闷闷的 因为我们看见 我们期待这些事实成为一个一个的英雄 却没有想到他们都有各自的软弱 失败跟跌倒 欧主我们回想我们自己不也是如此 我们在看基建的时候 也看到我们生命很多的软弱 很多的血气 很多的自以为是 很多时候我们也窃取神的荣耀 欧主你怜悯我们 主啊 求你在今天光照我们的心 使我们看到的不是沮丧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真知道我们软弱 我们需要回头依靠你 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 我们在人的这一切的失败当中 我们知道 我有依靠你的恩典 我们才能够全然得胜 求你在今天 加添我们这个一个真实悔改的心 求你也在今天 给我们一个真实的得胜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